大家好,网球老梁,咱们今天继续学习这本书,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有一个人类心理学家,他叫Abraham Maslow博士 他在描述这个人的最佳状态的时候,他说他叫peak experience,巅峰体验 然后他就对这些有过这些巅峰体验这些人呢,做了一些调查 然后让他们去描述一下自己在那个时候去用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他就收集了罗列的下面一些词语 就都是这些人的体会,他说那些人有什么体会呢 He feels more integrated,他会感觉到更加的这种身心合一 然后还有Is relatively eagerly,相对来说就简直达到一种 完全是忘我的状态 He feels a peak of his powers,他的力量的巅峰 Fully functioning,完全就是那种就是所有的功能就是全部打开状态 就是感觉到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It's in a groove,在理想中在非常好的状态 Effertless,紧接着就是完全 完全不用费力,完全就是非常轻松的状态 Free of blocks,inhibitions,cautions,fears,doubts,counters,reservations,self-critisms,breaks 完全没有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停滞 也不用小心,不用害怕,不用怀疑,不用控制,不用保守,不用自我怀疑 完全没有,这里也没有踩刹车等等之类的,就换句话说这些都没有 然后呢,He says spontaneous and moral created 他就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同时呢,又更加有创意,等等等等很多 他就说啊,如果你也反想一下 你也回忆一下自己处于那种巅峰时刻的时候 你的感受呢,你可能会同意上面那些词语 你可能会同意 然后呢,你可能还记得,甚至你还觉得 你还会觉得非常开心 甚至达到一种虚幻状态 就是那种非常high的时候,非常high的状态 然后在整个这些体验的时候 The mind,这个大脑啊 它就没有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在那儿,还是告诉你该做那个,该做那个 没有,大脑就是保持很安静 同时呢,它和你在一起 You are together 然后呢,the action flows 这个动作呢,只是在流动 As free as a river 像河水一样,自然而然的流淌 读完这两段以后 我有一些感受 就是,你会发现 首先我们的学员在比赛和训练中 比赛中,我们很少有人去关注 你的这些feel 你的这些感受 没人关注 因为我们就可能讨论更多是 这个技术啊 那个动作啊 这个战术啊 很少有人去 我们很少讨论这种 这种巅峰时刻 这种feel 这种感受 当你不去 当你不去讨论的时候 你没有去 你就没有去努力去捕捉 你不去捕捉它的时候 你不去感受它的时候 那你怎么可能有呢 对吗 然后你不去捕捉 你不去感受它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延长呢 是不是 那为什么 没有去捕捉感受呢 我觉得这是个文化问题 因为你看刚才我在说那些词语的时候 说时代的 那我是把它翻译过来 其实翻译过来 我相信大家 大家看的话 其实也只是个大康 也是听个大概 如果你是 你要懂英文原文的话 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而且其实 你要先懂这个原文的意思的时候 你光看英语 你去查了英语 其实你查了字典 其实你也不懂 你必须 你还能懂英语 他们那个文化 他们的历史 你才能知道它的说什么 你才能知道这个单词背后是什么 比如说integrated 比如说ageless 什么叫integrated 这种什么叫整体 完整性 这是太抽象了 对吗 Eageless 忘文状态 其实这些都是 都非常抽象 而我们中文 我们中文是一个象形文字 它是个 我们中文是一个 是个具象思维 像这种抽象思维 不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不擅长 不擅长这么想 因为我们不擅长这么想 所以说我们脑子里面 即便有这种 这个孩子 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们也不 我们也不会描述 我们不会记录 我们也不会捕捉 当你不会捕捉的时候 那你想想你怎么去达到呢 你也达不到 对吗 所以说 我这本书我是阅读 我有一种感受什么呢 这本书呢 它就像一本西方的体育心经 比如说我们可以叫 达摩心经 就是西方人 就是西方人练内功的 练心经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其实看完以后呢 也能大概明显 但是呢 你很难练 或者说你练不了 可能更多需要是什么呢 是不是需要一份 中国的心经 中国的九阳真经 我们中国人能练的 能够提高 能够提升我们心力的 这样一本书 这样一个秘籍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可能需要 否则的话 我们中国的球员 我们的心力 我们这个内力 这个博弈水平 可能很难提高